四绸之路 四个非常平易近人 但又神圣的字 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四绸之路意味着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通向西域辗转到大世界的一个路途 行为 历史和记忆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千年 几千年以后 拿着一个所谓西洋 传播到我们中国的乐器 大提琴 用音乐的方式 再去走一段 哪怕是一段四绸之路 来去感悟一下生命 感悟一下穿越时空的精神生命 来寄托一下我们现代人 对这条几千年的丝绸 但更是情感和文化交流的伟大途径 我们活着的意义 不就是睁大了眼睛 扑向我们的梦想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在那里看着谱子我还记得 那个海浪把我们那个谱子吹得乱七八糟 幸亏我们准备了一大堆衣服夹子 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为了圆梦 为了把我们自己心中的脑海里的声音 带到那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们的这种艺术创意就是 把自己心里的一种声音 把我们的职业技能直接带到一个大自然 一个人去过的地方 但是声音没有到过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音乐的号角一响起 全世界人民 各个种族民族的都知道 这是一个战争的号角 这是一个民族抵抗外来启动 维护国家尊严的一种艺术象征 它胜过一切语言 甚至胜过天下第一观 这个五个中国字 因为这五个中国字 只能咱们中国人知道 但是罗西尼的威廉泰尔续记 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 通过这个音乐 他会知道 这个嘉语工在中国人 在我们的伟大的文化历史长途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 所以这种音乐经典作品 和历史古迹文化的这种交融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意意味着做一件 昨天还没有做过的事情 创意意味着做一件 刚才那一刹那 你还没有想到的事情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胡杨林里边 这个最佳风景 不光是我们畅想了 我们自主的那些萌发的创业 甚至在那一刹那 当拍摄完毕 当我们演奏完毕的时候 大家有依依不舍的感觉 因为创意 对于我们音乐人来讲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只在那一瞬间存在的东西 我写的那个声像的书法 瞬间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即便在水里演奏音乐 那音乐消失了 那我们也得出来了 所以就那一刹那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充实感 和幸福感 真的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空旷了 太寂静了 太纯粹了 所以任何的声响都传得太阳 那个地方就像一个 像一个古罗马建筑一样的 一个还生的一个广场 在这个广场上空无一人 没有任何足迹 我们也顶不过风 更扛不住沙子 但是音乐的伟大就是 在那一刹那它在 我们就是要把那一刹那的在 用一种声音的方式 放到那个地方 这样的声音 绝对没有到过那个地方 所以我的到此一游的宣泄方式 就是在那出一个声音 我觉得对我们自我来讲 像养心术一样 因为我们的充实和幸福感 是无以伦比的 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 我们的最完美的象征 我不再强调 这些在我们手底下的 被我们掌控的 它们不是简单的机器 它们是艺术思维的 历史性的沉淀 每一个人生都是孤独的 每一个人生特有的理想 更是孤独的 因为梦是一个人的梦 也对我来讲是一个 儿时的 童年的青少年时代的梦 终于演满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と сказал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